最近威爾公司展示了一項新技術 即空手拿著手機也能像有防抖擁胎一樣穩定拍攝 我們來看看這是怎麼回事 威爾公司又有了下代X系列新品 它是威爾X50系列 該產品的鏡頭擁有超級穩定技術 並且已經公開就受到了更多視頻攝影用戶好評 現在威爾公司該技術被認為是新的突破 前幾天該公司正式放出了一系列 有關新的旗艦X50系列手機的預告片 即我們將在攝影領域看到一場真正的革新未來 威爾X50系列主打特色是穩定攝影 它將是首款結合了防抖系統的手機 該防抖系統模仿運動相機的防抖系統 更類似於擁胎而不是光學防抖 簡單的理解它擁有多變的萬象條件 其相當於一種電動擁胎 該擁胎由多個傳感器控制 這些傳感器始終負責保持拍攝穩定效果 而現在威爾公司所做的就是把這些技術塞進手機內部 即便是較為激烈的運動場景 內部的威爾臺防抖技術依然可以保持畫面的穩定清晰流暢 同傳統的穩定器相比 多數情況下穩定器接入相機或智能手機時 沉重的設備會影響用戶長時間的握持 如果威爾一旦有了該技術 就不用再擔心上面遇到問題 無論操作者發生任何變化都不會干擾設備拍攝 因為它始終是穩定的,並保證拍攝效果 除此之外,威爾X50系列還能實現電影運鏡和聲控變焦 這些功能以往都需要依靠專業人士有一定的操作技巧 和兒貴的位置採集設備才能實現 現在威爾將它所有的一切都規制在手機內 以上就是威爾獨特的穩定鏡頭技術 這是手機上從未有過的 因為與傳統的OS系統相比 你只能依靠一些簡單的功能 只能水平和垂直移動 而這台威爾X50手機可以在360度中任意移動 並且不僅可以保持視頻效果 而且也可以保證照片效果更好 威爾X50系列手機擁有如此的魔力 三星為其創造了威爾的這顆傳感器 這要歸功於新的三星GN1芯片 這顆芯片具有2.4V米像素配色能力 以及可以使所有像素實現最佳的自動對焦雙像素PDF系統 因此預計它還會有更強大的夜間模式 能夠依靠更長的曝光時間 另外,威爾X50系列中顯示的鏡頭組成師 具有一個A4核攝像頭 焦距為16-130mm,焦距光圈為F1.6-F3.4 最後,威爾X50系列將包含兩款產品 包括常規版和Pro版 並且有兩種配置 8加128GB充足和8加256GB充足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 威爾X50 Pro具有曲面屏幕設計 而X50則為平面屏 它們都使用了打孔屏幕 並且自拍相機的位置在屏幕的左上角 機身側面看起來邊框很窄 這次,威爾X50將厚度做到了7.49mm 成為迄今為止最薄的5G手機 並且屏幕還包含有內置指紋傳感器用來解鎖 對它們的機身背面攝像頭也分布不同 最主要背面還有一個萬像鏡頭 這是這次產品發布的主要特色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